好 接下来我再讲一下乐旅 什么叫乐旅呢 乐旅就是要考二诗题有关于音乐的小尝试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无线谱 他要知道是哪一个音 他的位置 那以一二年级的小朋友这课程上都有 我会画一个位置 要他去填那是什么的音 第二个 音符 音符叫什么名字 因为我们在学乐器的时候音符那是最基本的 你如果音符看不懂的话 那他进来会造成训练上的困难 他自己也会受到训练上有点障碍 第二个就是音符 还有休止符 第三个就是休止符 有一些乐器你遇到音符要演奏 但是你遇到休止符要休息 演奏起拍 休息起拍 这个你要搞清楚 那第四个就是常用的音乐上的记号 比如说换息记号 还有延长记号这些 那么在课程上有的 我们会从一二年级的课本里面去挑 也就是说 请他把一二年级的音乐课本有教到 稍微看一下 会考十到十五匹到二十匹 只会更少 绝对不会超过二十匹 大概考个十几匹 然后让学生测量一下他的程度 这个叫乐名 其实就是笔试 就是笔试 会考这三样 OK 那么下一首曲子呢 今天就是一首比较柔和的曲子 它是彩虹之边 好 谢谢 阿佐 阿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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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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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